来金寮当一天快乐农夫 吴米勒一日农夫的游城就从金寮村子的稻田展开 一路从田耿逛啊逛 我已经不知不觉来到老街 哇 好有古早味的棉被店跟干嘛店哦 这家小小的钟表行里竟然有这么多古董钟 阿伯啊 你家是在开博物馆的吗 接着来到这家冰店 喇嘛正在做越剑兵 人家看了也好想吃哦 赶快叫碗来解馋 古早味就是这么赞啦 哇 捕获野生昆彬博耶 哎哟 你别散发啦 人家昆彬博就住在这条街上 不但你每天都能见到本尊 还能跟他老人家买他亲手种的米哦 看这个老贝贝聚精会神的工作 到底是在做什么呢 原来是今天已经很难见到的手工鹅毛耳扒 装在小市馆里的耳扒 送礼自用两箱仪 大家抢啊 这家中药铺已经有250年历史了 还是台南市定古迹哦 你看这精雕细琢的功法 这根本就是古早时代的地宝来着 不知不觉就接近了中饭时间 开饭前先来体验农村生活摆态 有铁轨式人力轻便车 用力才能打到水的帮补 吃割道饭之前先体验一下 过去人家媳妇跳饭菜到田里的滋味 如果不幸身为同样媳 冬天也得泡在冷冰冰的水里洗衣服 开饭咯 还好本姑娘生活在21世纪 不但不必备口头 还有这个丰盛的割道饭可以吃 饭后还有稻草比DIY 大伙发挥创意 看谁做的稻草比最吸睛吧 电影《无米勒里》的文林博出场了 人家这牛车可不是道具哦 文林博可是全台湾仅存 少数几位还以牛耕田的老派农夫呢 这一日农夫体验呢 我不但有玩又有口福 还真的大开眼界呢